這個臺大兒童醫院主治醫師李秉穎來進行專案報告 李秉穎說台灣現在目前的狀況 如果依照各個國家的流行曲線來看的話 那麼預估在今年的六月初 就會來到這波疫情的高峰 到底我們的尖峰會每天集多少人 我自己都沒有把握 我們只能夠說 以世界各國的經驗看起來的話 從疫情開始發展到高峰 通常是一到一點五個月的時間 好 李秉穎認為說 這一波疫情從五月初到現在開始的 所以應該是還沒有來到高峰 所謂的高峰恐怕是要至少一到一點五個月的 因此這樣子算下來 高峰有可能會落在六月初 但是還是會有變數 包含像是要是民眾的比較有自覺 他們的高峰就會比較扁一點點 加上時間持續的長度就會變得比較長 那麼依照國際的經驗 要到疫情結束的話 恐怕是要三到四個月的時間 而目前最重要的任務 還是要降低重症跟死亡的比例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